市場上有些人想找一些很急著賣 想移民那些 移民盤說都說了差不多兩年 這件事有時候偶地 真正移民急著賣的那些 基本上賣得八百九九 剩下一兩成 他們根本就不想用一個移民盤的價錢買出來 反而我覺得你不如正正經經找一個移手盤 嘗試去砍掉 或者會砍出一個漂亮的 買樓很看長期的因素 而利息是所有因素之中最重要的 現時處於一個高息環境 對香港樓市的影響有三方面 第一個會影響新買家或者業主的持貨成本 新買家會推遲買樓的決定 業主會因為公款壓力大增 從而促使他願意減價買樓 第二方面在市場上 一些高息產品出現取代了房地產投資 變相壓抑了房地產投資的需求 第三方面發展商面對高息環境 在融資上都有壓力 從而減低了投資的意欲 近月以減價賣樓還債 從這三方面 我們可以簡單得出一個結論 高息會壓低樓價 如果減息呢 減息就變相有助於樓價上升 所以 你可以準備有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看好樓 研究好自己想買的地區 價位 如果有提對的話 利用樓市下跌周期的高息環境 跟業主談價 第二件事就是 留意美聯儲的減息周期 何時開始 對樓市來說是一個強心針 它一打下去 到時就不是你找業主劈價 反過你 你或者需要找業主去追價 不過 過往的經驗告訴我們 不論是加息或減息 所有效應都是滯後 所以 減息的一開始 樓價仍然處於下跌的趨勢 它轉角都需要時間 而且歷史告訴我們 通常美聯儲減息 就是因為美國的經濟太差 或者遇到一些金融危機 所以要舊市才會採取極端的減息手段 所以 在一個大環境差的情況下 對樓價都是不利的 所以減息的一開始 都應該是市場最黑暗的日子 樓價不單止沒有升 反而跌了 俗稱叫做終極一劈 在這段時間 你應該要努力點去找貨 而隨著減息的周期 舊市的效果越來越好 市場上的成交會急升 當個市場上的便宜 貨消耗得差不多800個 進入買家和業主的過力 直至去到減息的中期或後期 整個樓市已經過完調整周期 立入上升軌道 當時應該是最後出手的時機 過了這段時間 你不會再見到任何屁的家寬 反而追駕成風 而香港樓有個特性 是跌得慢 升得快 不過這也是過去的歷史因素 至於這個趨勢 懂不懂得用 就要看之後的環境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我是陸契師傅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